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6新品木马人唤醒天线套件 首先大家打开包装查看里面所有固件 1.木马人唤醒天线盖主件 2.子弹天线 3.原车天线主头和两颗M6罗杆 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具体的安装步骤 首先我们要拆除原车的天线及天线盖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拆除了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原车的天线盖、塑料天线盖 两侧有两个卡扣 用撬板把它撬了下来 完之后原车的三颗螺丝拿掉 下面我们来安装新的天线盖 首先我们要拆除中间滑盖两侧的螺丝 之后推下滑盖 可以看到漏出两个螺串 之后我们插入家常螺串 之后对中原车轰动 固定螺丝 会让滑盖 之后紧固两侧螺丝 就把所有螺丝都整过 我们这款天线盖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匹配原车的天线 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专用工具 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专用工具 紧固 之后有一个我们的这样的原车的天线盖帽 第二种匹配方式是我们的磁弹天线 这就是整体安装后的效果